我们的飞机delay了 台湾 我们到了 星沙 没错到我没错 我敢说 太甜了 今天晚上是搭连夜的飞机 大概四个多小时飞到台湾 现在眼哥在办理checking 这次我们去台湾呢 整个行程是15天 我们会在台湾 骑机车环岛 这一个是我们的摩托头盔 两个都在里面 这一个登山包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全部的衣服行李 都在这个登山包里面 我们的飞机delay了 本来我们是一点钟飞 但是现在已经一点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delay到明天早上的五点钟 本来我们明天五点钟叫到台湾了 可是飞机delay了 它是有technical issue 所以现在它给我们每个人voucher 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吃饭 然后明天五点才登机 意思就是五点六七八九十 我们要差不多十点多 十一点才能到台湾了 历经四小时的飞机延误和大约四小时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 我们终于抵达桃园机场了 台湾 我们到了 现在呢 地面温度大概是16度左右 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就是买了台湾的电话卡 就是有unlimited的data 它是30新币一张 然后可以用15天 那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拿车 因为我们租了机车 所以呢 现在要搭捷运去拿我们的机车 乘坐捷运呢 首先你需要拥有yoyo卡 这个是我们上次来台湾的时候买的 应该还可以用吧 这可以在任何的超商都可以买到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钱 进来喽 出捷运之前先把衣服穿上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穿了三件 里面一件 然后一件抓绒 一件羽绒的背心 今天风太大了 我们刚刚从捷运站下来 然后搭了自乘车 来到了我们预定的这个租车的地方 这个租车行呢 是眼哥来之前在网络上找的 所以呢 我们一来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租车 这台就是我们租的摩托 15天就会用这台 那外国人租车需要有什么文件吗 外国人租车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国际驾照 租车的费用是我们是租了14天 他一共收8700块 大概一天是600块的样子吧 600台币 600台币 租车是这个价钱 还有他会收一部分的押金 就是说你在台湾如果遇到什么伪装啊 或者是超速啊 他会用这部分钱来抵扣那个网单 头盔的话你可以带自己 如果你有自己的头盔的话 你可以带自己头盔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店家也会借给你两个头盔 然后他也会有手机支架 也是包在内的 你只要记好梅花跟这个有红字的牌子 这两个不能齐 省到是可以的 都可以都可以 就是环岛1号线那些的话就是到这个 那我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目前 台湾人最不理解的这个 区间测速 但是这个有方法可以破解 就是你看到这个 区间测速7点 过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找地方先休息 休息个两分钟三分钟 对 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啊 你设计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个帽子是没有眼睛 只有这个眼睛 所以我的眼睛是透风的 第一段路程是从桃园市中立区的 机车店出发 从市区里防满公路开往郊区 途径的香道两边都是农田 冬季是休耕期 所以到田里长满了杂草 这边还有卖香肠的 那边是水一区 我们刚走的是什么路啊 香路 香路 香路小道 怎么样你觉得 骑起来感觉 路况怎么样 挺好的 很平稳 满 OK 我们来到了一个Seven 在这边喝一个热茶热水 实在风太大了呼呼的吹 其实我上半身穿的还挺挺暖和的 就是腿 因为只穿了一条牛仔裤单层嘛 所以腿有点冷风 一直往里灌 可是我的身体很暖 今天如果是骑到台中的话 就是要卖个 骑不到台中 那叫苗栗 一个小时到苗栗 一个小时到苗栗 那我们等一下到苗栗就休息了吧 太阳出来了 终于 没有阴天了 现在是 看得到 蓝天 哇 这个风都要把我吹跑了 不过太阳出来暖和一点 虽然温度不会很低 但是呢 风一吹简直凉手手啊 Let's go Let's travel the world 休息后喝了热饮身体暖和了起来 骑车风一吹身体又立马冷嗖嗖 接下来 我们会沿着海边的公路抵达今天的目的地 苗栗市区 这段路非常靠近海边 所以时不时可以看到海景 此时也是接近傍晚时分 夕阳的光柔和的散在身上 这应该是入夜前的最后一点温暖 Let's travel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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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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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们骑车请到一个十字路口 然后呢 我闹了一股臭豆腐的味道 然后就发现在转角的地方 有一个卖臭豆腐的店 被那个臭豆腐的香味给吸引住了 我闹了 我闹了 买一碗 非常香 尝个 这是什么 这位子吗 里面是蒜泥 先来一个 嗯 爽口 这里面呢是蒜泥 这里面呢是蒜泥 那臭豆腐不臭 嗯 加蒜泥很好吃 嗯 但是吃起来 不臭 但是我刚刚在转角的地方闻到很臭 嗯 里面是空母 然后里面放了蒜泥 外面炸得非常非常的酥脆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豆腐是嫩的 我们现在去哪里 苗栗 我们今天晚上住哪里 摸摸椎啊 现在呢要吃苗栗 我们今天晚上住苗栗 但是还没有找住宿 等到了过后 零食找 直接在booking上面订 还有差不多十公里就到苗栗了 第一晚的住宿 我们在booking上找到了一家 拥有着七十年历史的旅社 位于苗栗火车站附近 旅社内浓厚的怀旧风格 让人仿佛走进了五十年代 老式建筑里的花地砖 塑胶红色雕花扶手 天井 以及复古铁花窗与古董装饰 都在印证着它曾经的辉煌 第二代老板非常用心的为我们介绍 建筑里的每一处故事 我不仅感叹 旅行的意义不在风景秀丽 而是在过程中遇见了人心温暖 我们呢在苗栗找到了一个旅店 非常的特别 那它第一代是 现在这位老先生的父母亲 他们是当时七十年前开的 第一代的这个旅社 当年呢 那个第一代的旅社 已经拆掉了 现在是以前那个第一代旅社 是一个平房 然后第二代旅社 是一个小三层 三四层的这样一个楼房 然后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装修设计 比如说他们床上啊 他们会把那个被子折成一个 像是一个小花的形状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被子的花纹 也是非常复古的 然后包括以前呢 留下来的一些旅社里面 通讯用的电话机 都是曾经当年在这边用过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些 现在是古董宝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是一个电风扇 而且这个电风扇 它是三百六十度旋转 然后它这里面有两个扇叶 为什么这个风可以这么大啊 我的天 吹得我 吹得我都要飞走了 我们现在去苗栗之间的一个夜室 吃晚餐 买点东西吃 太冷了 买一根木玉 嗯 很甜很糯 就是说 乳肉饭 就是有点甜甜的 然后我们点了一份是小份的 上一碗 三十元 再加上一个综合的 有豆腐啊 有鸭咸啊 还有这个 豆腐皮 搭配在一起吃 这一份是九十 感觉中天这么搭配的吃刚好 可是这个有点甜欸 我感觉 都太甜了 这个饭有点太甜 然后上面的乳肉肥肥的 好了 到我了 到你了 味道怎么样 可以啊 嗯 除了可以还有别的字吗 经济实惠 这个夜室呢 是在苗栗的高铁站旁边 然后它是个小夜室 但是它也是七十三 七十五 七十六有开 但今天七十一天 开的比较少 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天气非常好 因为今天 触大太阳 现在呢 是九点钟 我们刚刚起床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苗栗这边 苗栗车站附近找吃的 你点了什么 骨头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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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排骨肉吗 猪骨 猪骨肉 猪骨肉 猪骨肉汤面 哇 哇 这是水晶饺 刚刚我在旅店里面问老板 这里的特色迷食 然后他就跟我讲出苗栗有很多水晶饺 它是这种三角形的水饺 看着呢 像是地瓜粉抓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最后面 后面这个很大的一个招牌 这个就是最近呢 台湾在大选 所以每一个县市呢 都会有这样的议员 他们就会有那种很大的广告牌啊 然后在街边路边 就可以看到 选举的氛围特别的热闹 然后今天是25号 2023年 10月25号 然后今天是圣诞节 因为我们今天圣诞节 应该是会从苗栗去到台中 现在眼哥在装我们的行李 其实我们的行李很少 我们带了一个这样的登山包 一个大的登山包 可是这里面呢 所有东西都被掏空了 现在它是一个空包来的 然后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会放在这个行李的 这个车的车座后面 然后这些一包一包 是我们的衣服总共有三包 因为它的车座非常大 所以呢 完全可以放下我们所有东西 然后一些杂物 包括这些雨衣雨库 都会放在车座后面 刚刚呢在这个 星星大旅社这边 我们住的 昨天晚上住的这家旅社 他老板介绍 我们如果今天去台中的话 我们会经过三亿 三亿那边有一个盛兴车站 是一个很老旧的以前的火车站 然后现在它把它变成一个旅游景区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到盛兴车站那边玩 对然后刚好顺路所以就过去 环岛第二天的路线 我们会从苗栗车站出发 经过铜锣、三亿、大甲、清水等区域抵达台中 一路走走玩玩 应该是会在天黑后入住台中市区的旅社 今天总共里程数大约是88公里 我们现在是在苗栗市的三亿乡 三亿乡有一个地方叫盛兴车站 那盛兴车站呢 它是以前的三亿之后里段的山线旧铁道啊 我们现在是在苗栗市的三亿乡 三亿乡有一个地方叫盛兴车站 那盛兴车站呢 变成了那一种盛兴老街区 都是一些文化商店啊 还有以前这个车站的小木屋 是这种木头房子 盛兴车站外观洋溢着浓厚的日据时代风味 听说盛兴车站的两柱衔接完全不用铁钉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 却还能屹立不遥 盛兴车站曾经是个小车站 并不停靠聚光号、自强号等列车 而在山线双轨铁路通车后 盛兴车站和沿线旧铁路及隧道 也随之走入了历史 以前呢 盛兴车站是台湾西部的纵贯县 山道最高的一个地方 最高的一个车站 那现在这地方已经废弃了 然后呢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 就你可以走这个旧铁轨 然后你可以跟这个旧的火车站拍照 然后周围呢它有一些那种 呃像是 像是那种小吃店啊 还有盛兴老街这样 就可以过来逛一逛 周围还有一些挺漂亮的咖啡馆 但是这地方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 像是有点类似新加坡的那个 Bukit Tima All Railway Station的感觉 你可以在这边拍拍照 不过今天天气很好 南洋洋的 所以温度非常舒服 Go 耶 告别盛兴车站 来到距离车站 四公里外的金榜面馆 午餐时间面馆外已经开始排满了长龙 听说这家面馆是三亿知名的客家面馆 老板给的分量超级大 一到家日一定排满了人 咖啡馆 它就是有牛肉面 然后还有客家的板条 我点的是板条 板条有点像是骨条 米皮 然后呢 它的牛肉面呢 是有那种 这个应该是 酸菜什么 不感觉 不感觉 这样牛肉面 台湾的牛肉面 对欧巴欧碰 然后这是牛腩 像是鱼大 我们点了两碗面 一个是牛肉面 一个是牛肉板条 然后还有一个烫心菜 豆干和皮蛋 牛肉 牛肉很好吃 牛肉味 就是那种卤的牛肉 然后它的汤肠是牛肉的那个 乳皮花拿去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家面馆 这么多人 满满的人 诶 那一碗面好像是90对不对 90一份 可是它的牛肉 很多很多 很大块 然后那个牛肉好像是那种 呃 里面带筋的牛肉 所以很嫩 它煮得非常烂 午餐过后 离开京榜面馆 沿着台十三县 从三县乡来到了后里区 在地图上看到一处很有趣的地形 所以我们打算沿着河滴路来探秘 我们经过三县 这边有一个地方呢 它特别有意思 它叫火岩山 可以看到它的山是 全部都是黄土 黄石 那这个山可以爬上去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那种非常光秃秃的石头路 就很像是火岩山的那种感觉 苗栗火岩山为台湾小百月之一 火岩山特殊的二地景观 仿佛置身于美国大峡谷 火岩山是雪山山脉冲击下来的历史岩层 经过地壳运动隆起出现的地形 特别有趣的是 这周围两边有非常多的养鹅的地方 养鹅场 然后包括有很多水稻田 水稻田上面还有停了一些白鹿 就风景还蛮漂亮的 在到达今天的目的地台中市区之前 我们还计划了台中高美石地行程 首先经过大甲区 沿途看到很多芋头地 这里不愧是鼎鼎有名的大甲芋头产地 本来现在是大甲芋头 大甲芋头 所以这边有很多那种麦芋头 半首粒 有限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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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姿 八姑 与贫费 没结束 少了 少了 穿 台中高美湿地的前身为日治时期设立的高美海水浴场 然而随着台中港的启用 高美海水浴场泥沙日渐淤积 导致游客渐渐稀少 却也因为泥沙的堆积造就了今天生态丰富的高美湿地 高美湿地位于台中市清水区大甲西出海口 地质可分为潮溪、草泽、沙地、碎石、泥滩等地质 是台湾丰富多元的湿地生态区域 并拥有目前台湾最大族群的云林观草 高美湿地干湿混合的河口生态 让这里聚集了许多鸟类、鱼类、蟹类和其他无脊椎类等生物 因为有这些美丽可爱的栋植物 高美湿地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生态风貌 冬季因为季风的影响 高美湿地简直像是一个巨大风口 行走在木栈道上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带跑的危险 我们现在在高美湿地这边看日落 因为这边的日落很漂亮 然后现在是冬天所以这里风超级大 我想之前好几年前来这边 夏天的时候来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走到它那个湿地上面拍照非常漂亮 然后当时来的时候也是落日的时候来 抵达台中市区时天也黑了 路边店铺彩灯亮起点亮了台中市的街道 现在正是晚高峰期 路上车辆非常多 今天从苗栗途经许多美丽的香道山景 来到台中市区 竟然对如此繁华的街道有些陌生 终于到了台中 终于到了台中 骑了好久 从高美湿地骑了好久了 好冷啊 然后现在是到了台中的车站 台中车站旁边的一个旅社 就是这一家 先放包吧 先把所有东西放下来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 有点饿了 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在台中车站 它是靠近市区 就是在市中心啊 所以吃饭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太冷了 哇 到了台中市区这边 我就觉得车好多 真的是机车好多呀 而且停车的那个地方 好小 看眼哥 夹缝求生存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看你能不能停好 到了 我们的房间还蛮不错的 是一个体型的一个酒店 它叫莫登银 然后房间不大啦 小间小小间一个双人床 然后什么都有 但是还挺干净 装修的还挺现代的 哦 可惜它没有窗 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知道为什么它这价钱很便宜了 因为它没窗 这个是没窗的 有一些耶旦节的灯光在这边 这里有一条河 晚上来了一家鹅肉店 专门是卖鹅的 然后点了一份鹅肉的 鹅的乳肉饭 嗯 它挺好吃的啊 哦 这个还挺好吃的 你觉得呗 这鹅肉还蛮香的 鹅肉是卤的 有点像盐水鹅的感觉 虽然它这个鹅肉有点白白的 但是有点盐水鹅的感觉 吃什么勒 它这里的种类挺多的 有饭什么喝的 然后还有这种热狗 台湾菜类里面的种类可真多 啥都有 竟然还有这种五味小宝五味面 麻辣锅也有 天呐一大早吃麻辣锅会不会有点罪恶 我们的早餐 今天突然就温度变高了 非常热今天 今天呢也没有风 它这个温度一下子降的太 一下子提升的太快了 包的太快了 今天超热的 就要出发啦 新的一天的行程 彩虹眷村相信是许多游客 来台中必打卡之地 关于彩虹眷村的故事 要从彩虹爷爷黄永富说起 严格来说 彩虹眷村不属于眷村 它是过去来台老兵 因为分配不到眷舍 自行搭建的六栋平房 在2007年 附近眷舍大规模拆迁 移留这几户土地有争议的住户 黄老就是其中的住户之一 起初黄老只是在自家房前 做画打发时光 在屋外做画可以警告小偷 又可以为邮差画图指路 没多久 村内地面 墙壁 门窗 都被黄老色彩艳丽 富有童真的画作铺满 原本破旧的孙子 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我会来到几次你的脸 我会珍惜着你的誓言 这小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默契 我无法答应你 何时我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了 走下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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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来的?台北吗? 不是 我们是住在新加坡 新加坡 你有每天在这里吗? 不一定喔 好 我要回去接小孩子 要接他们上下学啊 你是台中人? 不是 南语 南语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有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人 在工作的时候 就会跟他去聊天 对 啊我 就是之前滚到一圈 就看到一个阿嬷 推了那个 那个回缩车 我说阿嬷你这样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我的朋友想说 就赚四五十块 我说你这样够用吗 他说能吃饱就好了 我说 现在人就是这样要吃 他这样一大堆东西 就三四十块 他也过得很快 对啊 所以我们都要舒服啊 对啊 我去唱一首歌送给你啦 好 很久没有收到手写的信了 真的 而且写得很好看 谢谢 不是 这场哭 你帮你的了解 这北部的信号 真是感 好 他写了一个手写的银杏片 这个字超好看 然后他写的是 能活在世界就是要快乐 生活平淡过就是幸福 一定要相信自己 因为这世界只有你 只有一个你 加油 超级正能量 彩虹战士在彩虹卷城 我们骑了两天三天 今天第一次加油 骑了300公里 第一次加油 今天加了154油 现在我们要去南投 南投的埔里 晚上我们会住在埔里 告别彩虹战士之后 我们继续今天的路程 今天是台湾机车环岛第三天 计划从台中去到南投县的埔里镇 埔里镇位于台湾中部丘陵区 属于冬天不严寒 夏天不酷热 雨量丰富 云雾多的一个小镇 从台中市往南投县这一路 开始感觉进入了丘陵山区 行驶的途中可以看到前方景色 慢慢的由房屋变成了大山 累吗? 好累啊 好吃吗?桃酥 这是老人家的美食 又到了我们的补给时间 我感觉台湾的便利店 还有包括泰国的便利店 还有韩国的便利店都非常方便 里面的就是种类很多 然后你可以坐下来在那边休息 可以在那边吃 然后他们都会帮你加热 我点了一个这个珍珠香肠 然后还有一个热的豆奶 它们都可以加热 所以很方便 来一个香肠 烫嘴 蒜味香肠 甜甜的 然后有点蒜味 抵达普里镇的第一感觉是 这个镇子不大 有一条主街连着许多小街道 横竖交错 下午时分 来到普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办理入住 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未结束 想要赶在日落前从普里镇出发去往25里公里外的日月潭风景区 普里 我们到了普里 我们到了普里 普里的市区这边 然后一路 从台中上来 就是进入到了山区 那从路当中可以发现它的地势一路都是往上 上坡下坡上坡 所以地势一路是往山区里走 然后周围的风景也是从城市平原变成了山里的那种高山树林的感觉 然后那一路上呢 风景还蛮漂亮的 我们现在到了普里的住宿 晚上在这里休息 先进去check in一下 今天还挺暖和的 一路上都不会特别冷 那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住宿是这家 请美 普里车站民宿 貌似没有人 有人吗 没有人 怎么办 进去吃饭吗 这个homestay 貌似没有人 在这边啊 打电话也没有接 怎么办 这一间民宿 这间homestay是一个自建房 它很像是自己家那个土地 然后建起来的一栋民宿 改造成的这样的homestay 没有吃饭还是直接去日月坛 那可能我都不饿 你饿吗 我饿 你不饿 嗯 那我们去日月坛的话 时间会不会来得及啊 应该来得及 那我们就去日月坛吧 日月坛是在南投县的中部 卧府在玉山和阿里山之间的山头上 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日月坛周围山重水赴 坛面广阔平静 坛面以拉鲁岛为界 东侧行如日 其侧行如月 呼名日月坛 游玩日月坛最佳的方式是环湖自行车步道 又或沿着木山道徒步 或者搭乘游艇 我们因为租了摩托 所以决定绕着日月坛 骑行一圈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日月坛这边的 文武庙 让从文武庙这边望出去的风景 还真的挺漂亮的 可以看到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钟 是夕阳 夕落的时候 那个夕阳的光照在日月坛的谷面上 金光灿灿的 然后我发现日月坛这边好多外国游客 就有很多从印尼亚加达来的旅游团 然后还有泰国的游团 然后还有欧洲人 我看到好多欧洲人 感觉日月坛在国外还是蛮出名的 这次我们来日月坛 我们是从蒲里过来 然后我们晚上是住蒲里 因为日月坛这边啊 它的住宿相对来讲会贵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就没有住日月坛 日月坛这附近都是那种精品民宿 或者是精品酒店啊 所以我们就是来到这边 然后拍拍照玩一玩 然后之后呢晚上就会回到蒲里 所以如果呢 大家想要住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可以考虑住蒲里 然后月坛就是一日来回 或者是半日来回的那种新生 我们刚刚从这边文武庙过来 然后我们是绕着环湖的一个公路 环湖公路一直绕着这个湖走一圈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个地方是叫玄藏寺 这周围都还挺多寺庙的 刚刚我们有文武庙啦 然后现在就是玄藏寺 然后我发现呢 就是你远观日月坛 它有一种很大气磅礴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仔细地走进日月坛的某一个部位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湖水非常的绿 然后它的细节会让你感觉到就更漂亮 and I are in black and white all through the night a silent film until the day and every time something is sad feels like my mind has just been afraid are you Peddles and Stays 这一份是肉酱面 然后这一份是炸酱面 这个是豆腐汤 它的面是白面 刚我们在街口 看到很多人在这边打包 所以就来试一下 我们刚刚从日月潭下来 因为日月潭是在山里面 所以特别冷 来到城里面 终于暖和了一点 挺好吃的 它的肉酱很香 自己炒的肉酱 还有葱油 葱油还有青菜什么的 简单的面但是很香 哇 臭豆腐 这豆腐好大 哇塞 嗯 好香 炸得非常非常的碎 然后 蒜泥有点辣辣的感觉 很香哦 嗯 平凡简单的铜板美食 但是呢 好滋味 感觉很喜欢 湖里这个地方 小城 然后所有东西都很集中 然后它有很多那种 老式的那种小吃店 都非常多人 都是附近的居民去买 然后感觉价钱都不贵 像一个严肃鸡 对 大中小 中 来一个 肉非常嫩 然后甜甜的 辣椒粉很香 而且它拌了九层塔 它拌了这个 哦 九层塔的叶子 这手拿着就好了 叮叮 嗯 我们又又又又又又打包了 这个是 炸鱿鱼 好吃 然后还买了 受不了这种 炸物的诱惑 太开心了 今天非常完美 明天见啦大家 哇好烫 哇这个鸡瓜 非常非常的 哦 好烫 海 咱 咱 鸡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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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吃一个早餐 我们今天呢 要去清净农场 往清净农场跟河欢山的条项口 所以早上呢 吃开我过后 随便吃个早餐吧 然后就过去了 从普里镇民宿出发 走台十四线公路 一路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 上到今天的第一站清净农场 清净农场位于台湾南投县仁爱乡 海拔约1750米 是台湾高山农场之一 被誉为雾上桃园 清朝时期此处为赛德克族雾社群的牧场 日治时期呢 改为工营牧场 而战后由南投县政府接收 成为县政府的直营雾社农场 在1960年 南投县政府转任给退普会 改名为建勤农场 又于1961年改名为清净农场 取自空气清新任君取 静地优雅是先居一词 朋友们我们现在到了清净农场 刚刚呢我们从 我们从普利 然后沿着它这个盘山路一路 哇 左绕右绕左绕右绕 简直是山路十八弯 上来了清净农场 因为清净农场是在高山嘛 所以呢这边还挺冷的 然后刚刚上来那个山路真的挺险的 因为摩托就是像一个发夹弯一样 左绕右绕 哇终于终于上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进来呢这里是清净农场的门口 像一个城堡一样 然后我发现这边好多带小朋友的家庭 因为农场可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玩 可以喂养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现在是在高山上面 所以这里的风景还挺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这里貌似要买门票 我们先买个门票进去 你好我要两个人缠人 好两个人400块 可以刷卡吗 可以 那我要刷卡 好400块刷卡 我们全票200在园区商店 如果买东西有折扣 你的刷卡400块是免签名的哦 好谢谢 谢谢 是一个小绵羊 刚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要来这里盖一个章在手臂上 然后呢我们刚刚买票是成人票是200元一张 这里的羊是随意散养的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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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呦 这个拉拔拔 羊拔拔 这里有炒饲料贩卖机 然后我们现在买一包30元 我还没有要打开 啊 没有这个我跑了 我知道我知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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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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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湿啊 他的舌头热热的 他用舌头来填 我的手掌热热热热的 然后这两只一直追着我 他看到我拿纸袋 然后他就追着我跑 我的天 可是明明他们有草吃 为什么我还要买草 地上都是草 欸 这只好可怕 清晋农场 他就是一整个在高山上的农场 然后这羊都是放羊的 所以你进来这个园区里面 随处走一走就可以看到有羊 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 我们明天上去看一下 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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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耶 真香 哦哦他的毛 他的毛好厚哦 真可爱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 这个编号是1022 这草都被他们吃秃了 漫山的草 但是草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原因都发黄了 然后它那里非常用力的啃这个草 草都秃了 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 哎呦太多了这里 全家出动 给谁给谁 给你给你 OKOK别抢 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不ere咬 它打喷嚏 打到了我嘴里 它拉死了 刚刚那只羊打喷嚏 打到了我嘴里太恶心了 这只羊被剃毛了 好 給你 給你 這個羊喔 牠在這個鄉坡上吃草 這個草都被牠吃禿了 45 香腸很好吃 45元一隻 然後再配上大蒜 香腸配大蒜 絕對 從農場出來 旁邊就是一條美食街 就是有賣一些什麼 豆干 玉米 還有 還有什麼大廠 豆小廠之類的 我突然感覺 這個園區裡面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 三分之一的香港人 三分之一的印尼跟泰國華僑 就非常多外國人就對了 在這個清淨農場這邊 然後從清淨農場上來這邊呢 你除了可以在草原這邊 清淨農場的草原這邊逛以外 你還可以走它的天空步道 可是天空步道的票 跟清淨農場的票是兩個票 就是你要分開買 從清淨農場再往上走 有一個武嶺 武嶺呢 就是台灣公路最高的點 然後還可以去荷歡山 那邊的話 因為海拔比較高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漂亮的 山的風景區 是 是 你是奶牛馬嗎 你好 你是從哪裡開始徒步 宜蘭 宜蘭 對啊 哇塞 環島徒步 二十天 那你導算多少天回來 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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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在下面看到你 你走得好快 哈哈 真的 我覺得我可能會來不及 蛤 我可能會來不及六十天 太強了 因為太多地方好玩了 對 那你等一下會經過武嶺下去 武嶺明天 欸 後天 因為明天會下雨 那你今天走到哪裡 今天會應該會走到 松岡那邊 喔 然後 搭車下去 然後明天就在 樸林那邊逛一下 好強喔 好強喔 再上去 太強了 碰到一位徒步環島的朋友 對啊 今天是第二十天 二十天 然後你第一天是從宜蘭過來 對對對 然後他所打算 六十天環環島 天啊 那應該是來不及 加油加油 太強了 你有自己在做自媒體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稍微拍一下 我有拍 好厲害 但我 你有拍嗎 有點懶得拍 那你沒有記錄放在網絡上 我就是自己 喜歡自己做一些簡單的 喔 太強了 因為剛剛我們 騎摩托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 他 然後 好快 就來到了清淨 加油喔 好 走 離開清淨農場 我們打算繼續往中央山脈上行去到武嶺 此時都我們還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 也不知道即將面臨什麼挑戰 武嶺海拔大約有3275米 是台灣公路最高點 也是東南亞公路的最高點 地處中央山脈北段 和歡山 東風和主風之間處 位於台14甲縣31.5公里處 在太魯閣公園西部 冬季的武嶺還會下雪 也有一番風味 武嶺可謂是被騎行者視為來台灣必挑戰的騎行路線之一 台灣有不少騎行比賽 譬如東進武嶺路線的台灣自行車登山王等 武嶺也被單車媒體GCN 譽為一升必騎十大單車路線之一 全程爬坡的路線 我看我還是安靜的坐在摩托車上面比較好 什麼一升必騎這些都跟我沒什麼關係啦 不知不覺山裡的空氣變得濕潤起來 感受到了滿滿的霧氣 能見度直接下降到5米開外 這不外乎增加了騎行的危險性 一路上都很少看到騎機車的朋友 我們只好慢慢跟著前面的汽車 至少減緩速度可以防止在濕滑的路面上打滑 經過21公里的山路 來到了3275米的武嶺 此時溫度急速下降至8度 寒風瞬間帶走了體內的熱氣 這時我只想趕快和紀念牌拍照 然後迅速下山 此地不宜久留啊 這個 福嶺 3275公尺高 我們到福嶺了 我們到福嶺了 福嶺 我們上了福嶺最高地 我們是騎摩托上來的 對我們從福嶺上來 然後這邊下去就到台灣的東邊了 東邊 我們不會去東邊了 我們會遠路返回 遠路返回 等一下我們又要經過那個法甲灣 它這個路就是這樣非常 它的彎非常小 它的彎道很小 然後呢 一個彎接著一個彎 然後你到一定高度的時候 就整個山頭起霧 然後你就能見度差不多5到10米左右 然後呢你就開得非常慢非常慢 然後它的道路就是只能一輛車通行的那種路非常小 這個有一個山月解說圖 就是說從武嶺這裡 如果天氣好能震度好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看到荷歡山峰 齊萊主山 卡羅龍山 齊萊里山 跟一些玉山 齊萊南峰 南華山 但是呢今天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原因 但是現在就是前面 什麼都看不到 白茫茫的一片 武嶺這裡其實就是公路最高點 然後它有一個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 然後呢周圍就是停車場 因為冬天什麼都看不到 來到浦里可以坐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泡溫泉 浦里呢有非常著名的溫泉 但是周圍有非常多溫泉的民宿 溫泉酒店 那今天呢我就來到浦里 一家叫浦里香根的一個溫泉酒店 它是有大眾食 所以呢就算你沒有在這裡住宿 你依然可以來這裡泡溫泉 那我們現在就是去買票啦 換好了泳衣 現在要去下水了 它的那個池子是在室外的 如果是室外的話你就要換上泳衣 然後它是男女一起 然後如果是室內的話它有裸湯 我們就是男女分開 然後但是是全裸 你不需要穿泳衣 然後呢我們就泡室外的就好了 裸體有點小尷尬 而且我們準備了泳衣來 所以現在要出去吧 往下來 老闆過來 老闆過來 我們現在在泡湯 然後這個泡湯呢 我現在泡的是36度8的 它是一個大眾食 蹲下來了比較深 然後呢它要再湧冒 因為那是衛生問題 然後這裡有很多樣乾肌 不好意思拍到亮門 這裡還有一個40度的池子 我們去40度吧 還好這個外面沒什麼人現在 剛有一群岸乾丁的他們已經走了 然後呢現在這外面沒什麼人 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還挺舒服的 它是一個露天的 然後它有那個 橫搭著 所以不會被曬到 就如果有太陽什麼的還不錯 然後有幾個是有冷水池 有熱水池 冷水池的話冬天就不方便下去了 我覺得還可以再燙一點 太舒服了 我覺得還可以再燙一點 太舒服了 我感覺這個溫泉它泡下去 你的身體感覺滑滑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晃晃晃晃晃晃的原因 然後你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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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就覺得你的身體滑綠滑綠 我泡了一会儿 我觉得这个40度的水还真的挺热的 全身现在脸全部都发红了 这个冷水应该几度 有没有10度 10多度吧 太冷了 勇士 勇士 可以了 到你了 我不许可不敢打水 看着我 来 这位小姐要挑战冷水了 下水 安哥问你那么冷吗 冷冷冷冷冷 可以起来了吗 可以了 起来了 起来了 我要去热水了 好舒服 爽不爽 太爽了 哇塞 太爽了 太刺激了 好舒服啊 泡完了 太舒服了 冬天泡一个温泉 实在太爽了 全身非常的暖 然后现在出来一点都不冷 泡到我肚子都冷 然后刚刚我们两个泡的时候 都没有人 后面都人都走光了 只有我们两个包场 现在我们要去找吃的鸡肠鹿鹿 非常饿现在 我们点的是麻辣锅 这是大肠 然后还有这个米血 还有一些火锅丸子 然后还有一整个豆腐 还有鸭血 这是鸭血 鸭血 嗯 这个米血它煮得很烂 米血非常的烂 很好吃 果然 臭豆腐 是臭的 臭臭豆腐 米血的臭豆腐 是有那个烫过的臭臭的味道 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鱼 包括今天呢 也会下一整天的鱼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冒雨前行 要在雨中骑摩托了 哎太讨厌了 这个天气没有办法 本来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去阿里山 搭小火车 但是这个天气的话 去搭小火车可能 什么都看不到 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 去到嘉义的市区 然后明天天气如果好一些的话 我们再重新返回 然后重新去阿里山 这个天气真是湿湿冷冷的 湿冷的天气就出行 特别的不方便 那我们现在就打个伞 去附近找个面店吃饭 吃完饭呢 我们就身体有热量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冒雨前行 大家看眼哥脚踩一双拖鞋 姜姜滷肉饭 还有卤大肠 还有油豆干 这是我的面 这是我的油面白切面 然后还有一个豆芽 它有一块肉在上面 嗯 简简单的面味道就不错了 我看见台湾有很多这种拌面 就是小小一份面 然后你可以加各种料 卤味阿卤蛋阿卤豆干什么的 大肠什么的 可以随意选 大肠洗得很干净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大肠洗得都挺干净的 很想会吃到那种味道很很臭的大肠 我感觉在台湾街上你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像这种面店 还有卤肉饭 各种额肉饭卤肉饭 还有那个台湾牛排 还有什么排式牛排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臭臭锅 有比较常见的一个招牌就是三妈臭臭锅 然后还有各种臭臭锅 还有那种小锅的火锅 也是挺常见的 我就会很喜欢臭臭锅 因为臭臭锅里面的豆腐它是臭豆腐的豆腐 然后有放鸭血啦 然后还有放豆皮啦 还有米血 就还蛮好吃的 很符合我的胃口 那天吃完饭就是奶茶炸鸡无限循环 饭后小时奶茶炸鸡 来台湾就是疯狂喝奶茶疯狂吃炸鸡 一下雨所以要穿上雨裤 然后防雨防中衣 还有特样的鞋套 你套在雨裤里面了吧 这样子 全副五双非常好 带了一个鞋套 我们现在到集集集集集 36公里 1 1 2 2 EN2 我走了 我们路过一个地方 這地方應該是發電廠 看這裡的水超藍超綠有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的關係 看這裡的水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應該是發電廠的地方 這裡是水里溪 南投線水里鄉 陸會滑嗎 還好啊 我們慢慢騎 差不多太遲到了 其實真的 OK 那我們繼續走吧 我們現在到了水里鄉這邊的市區 天啊 這個多少錢 算80就好 這麼大我的天啊 我第一次就這麼大 第一次就這麼大 這是後面種的嗎 不是這裡 我們在地種的 在我哥的田裡種的 沒有 沒有啦 一個就好 就那小孩子剛出生的頭一樣 對 紅肉比較好吃 當然 紅肉比較好吃 白的55 白的55 因為紅肉軟一點的 軟一點喔 這一路呢都經過很多 種植火龍果的果園 還有拔樂果園 它後面 這裡是種拔樂的 然後我們經過一個水果店 直接買了拔樂跟火龍果 那個火龍果好大個喔 謝謝喔 掰掰 掰掰 那你們現在要去哪裡 今天去嘉義 嘉義喔 對 然後等一下先去集集 然後等下再去嘉義 好吃喔 好好好 掰掰 很冷耶 還好還好 還好啦 晚上你們都穿這樣子而已喔 還有衣服 喔 要外套啦 對 好 好 這個阿姨人很好 走 走 集集車站 這裡還可以再買票 集集車站 它這裡還有在運行耶 它的車站的建築 是以前日治時期留下來的 那種木頭的建築 然後現在還保留著非常完整 聽說之前這裡地震的時候 有房屋有倒塌過 然後後面修繕成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這個集集車站 它還有在運行耶 所以你還是可以從這裡買票 然後去到別的地方 然後集集車站的下一站是龍泉 上一站是水里 我們剛剛就是從水里鄉那裡過來 早期的集集支線呢 主要是運載 建造發電廠的工程材料 隨著集集鎮的繁榮呢 集集支線又開始肩負起沿途旅客 及農產品木材等物資的傳輸功能 那大家來到這邊就會來這邊拍照啊 因為這個日治時期的 這種木製的車站建築 就是還蠻復古的對不對 然後如果逛完這個集集車站 可以在周邊買伴手禮 那它這邊呢 我看到有很多賣香蕉蛋捲的 然後一路上我們騎摩托的路上 就有很多香蕉樹 還有火龍果果園 還有拔樂果園 所以呢 這邊就有非常多賣手工香蕉蛋捲 可以當作伴手禮買回去 然後集集呢 它是一個城鎮 所以你可以在集集鎮裡面逛 裡面也可以有一些古早味的小吃 也是可以進集集鎮裡面尋找 然後它還有一個集集市集集集老街 接著 Mongole W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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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n W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 还有个小窗 这个还蛮新的感觉 然后挺干净的 然后这间呢 就是跟在苗栗住的那间 是一样价钱 新币呢是57块钱 对 然后还不错 然后它是在市中行 所以很方便 比吃饭的地方也挺近的 诶 这小窗五床 很像透气小窗 今天感觉骑了好久 我们从埔里骑到积极 然后再骑到嘉义市 然后感觉骑了多少公里 六十多公里 六十多公里 我感觉后面积极到嘉义市这一段 我做的我的腰跟屁股都好麻呀 都已经麻了 感觉好累啊 然后终于能休息了 火动一下我的屁股 太累了 现在我们要去吃饭 它这里有一个文化街夜市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嘉义的街道上面 我都看到有很多家 嘉义火鸡肉饭 就说明火鸡肉是这边比较特有的 因为通常都是卤肉饭啊 鹅肉饭啊这种啊 然后它这里是火鸡肉饭 比较特别 咱们来点了一份鸡肉饭 然后还有这个是粉肠 粉肠汤 然后还有一份糯米大肠 这是我们在那个夜市街 就看到很多人随便来一家 先试试它的鸡肉饭 这个是白色的耶 感觉好像没什么调味 嗯 有鸡肉的香味 而且它有 好像是 就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然后好像有红枣 跟不知道有一种药材的味道 还蛮特别的 有点像什么当归还是什么 反正是一种中药材 加一个粉肠 粉肠是小肠的部位吗 粉粉的很好吃 加一个糯米大肠 这个糯米大肠 其实我在潮州也有吃过类似的 它这个是里面包红豆应该是 好像是红豆还是花生 非常糯 然后它是用大肠 包着糯米 还有些料 然后外面的酱是很咸的 我们的第一餐 先吃一点 等一下呢 一路逛过去 然后看到好吃的再买 的糯米饭 Stuff 睡觉 的话我们会点到 老闆你要买什麼? 我買鴨頭 就是一樣的味道 這個鴨頭 這個鴨頭好像在裡面還有複雜過 然後還放了辣椒粉 排好久 終於排到了 好熱喔 等一下我們回去吃 現在吃嗎? 現在吃 您說在這個街上啃鴨頭嗎? 它不是切好的嗎? 那我先嚐一個 哇 你跟鴨子親嘴 它不是複雜 它是有重新放那個乳鍋 然後呢 其實有點甜甜鹹鹹的滷味 它是偏甜欸 然後我感覺可以多放點辣 這辣味有點少 不過還蠻好吃的 我第一次吃東山鴨頭 這個有三個鴨頭 等一下我們要回去把它幹掉 好 你吃大顆的嗎? 大顆的 大顆的齁 好 你都要點嗎? 還沒 吃的嗎? 對對對 一起吃 大顆 要熬直接吃嗎? 對 直接吃 好 小心喔 小心 大顆的嗎? 它這個是六顆 是 一百元 然後它這個蠔超大的 它的做法有點像那個 怎麼少那兩個 章魚小丸子的那個做法 非常大 然後我們點的是椒鹽 超大 蠔蠻新鮮的 很鮮甜 但是我感覺它椒鹽稍微有點鹹 然後呢它那個炒蛋裡面 有放蔥三星鮮 它感覺 不用加椒鹽比較好吃 就吃原味的比較好吃 你們看過邊走邊看鴨頭的感覺嗎? 你看 木瓜泥 我們剛剛在夜市街 這個 酪梨牛奶跟木瓜 它們大概要賣到70元的杯 結果你轉出來 到這個街頭這邊 這個是55 然後酪梨是65 朋友們 超好吃 我們今天是在路邊 在集集的旁邊的一個小小的水果 湯上買的 拔樂 非常好吃 大家看是紅心的 超紅 好久沒有吃過這麼這麼甜的拔樂了 而且湯裡面 紅紅的越往裡面是越甜 好看著蠟筆小新 剛剛我們在看蠟筆小新 今天就結束了 明天見囉 拜拜 早啊朋友們 我們今天呢 是要去阿里山 因為阿里山 它是在山上 所以它離嘉義市區 還有大概60多公里 就很長 騎摩托應該要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左右 才能到阿里山 餐頭呢? 可以 辣椒需要嗎? 可以 兩個都抓辣 好的 餐頭可以多一點 好的沒有你 今天早上的早餐是吃大腸麵線 而且這一份只要50元 欸這是小腸吧 小腸 小腸 也有大腸 太舒服了 早上來一碗這個暖暖 我感覺它這個好像有點柴魚的味道 我感覺加了蒜挺好吃 然後因為那邊沟的那個芡 所以就是糊糊的 然後因為那邊沟的那個芡 所以就是糊糊的 沟通路 抬十八線 一路往阿里山的這個森林區走 這一整個就是森林地帶 其實都是屬於阿里山 那我們就是在沿路當中發現了這一座 鐵鍊橋 木棧橋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應該是叫 觸口 觸口是通往阿里山的關口 也是新日山區特產和平地貨物的交易重鎮 居民及來往的商務到達阿里山地區 必須經過八掌溪 由於八掌溪的水量不穩定 射溪危險 如果架竹橋又很容易被水沖走 所以架設了吊橋 在1937年呢 完成了這兩座架橋 為什麼它叫天長地久橋 就是配合日人感念的天長節 也就是天皇的生日 第九節呢 也就是皇太妃的生日 所以呢 這兩座吊橋分別取為天長和地久 時至今日呢 這兩座吊橋的交通功能已經被取代了 但是呢 遊客依然會來到天長地久橋來這裡拍照留念 好帥 好帥 來 講啊 講什麼 就我們現在是上去啊怎樣怎樣 我們現在是走阿里山只有一條線 台18線 就這樣 出發的時候霧氣非常大 但是呢 在我們行進的路上 太陽出來了 所以現在整個山頭的霧氣都散開了 可以看到藍天超漂亮的 在山腰當中還有一些霧氣沒有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 類似雲海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天超藍的 你背後有一朵雲 這裡呢 感覺好像有住的神仙 山中住的神仙的感覺 現在是經過阿里山鄉 這裡是阿里山東市 這邊有一個鄉鎮 然後可以看到底下還有學校耶 這裡還有一個操場 在這裡 哇好神奇 在這個山裡面其實有挺多人住民的 來喝 來喝啊 乾了這一杯 乾了這一杯 每酒加咖啡 一杯 一杯 又一杯 這真的開了兩小時要 滿滿兩小時 我感覺開了好久 然後上山路 結果到了這個阿里山鄉 還要25公里左右 踩到阿里山的森林園區 就是那個買名票進去的那個遊樂區 我們到了阿里山景區入口處 如果大家要去阿里山園區的話呢 就必須經過這個入口處 因為呢阿里山園區是要買門票進去的 那其實如果來阿里山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自駕 第二個是你可以搭那個台灣好行的巴士 然後第三個你就是可以搭台鐵 從嘉義出發 然後到奮起湖這邊 哇塞 哎喲 他在吃粉絲啊 在入口的地方買了門票 買門票就可以進去了 進去了走400米遠 你就可以到搭小火車的地方 你就可以到搭小火車的地方 買到了 剛剛好車來了 一招一百 他應該是單程票 謝謝 去後面 六分鐘到了 非常快 然後我們現在是去早瓶車站 他這車還挺開的 然後還有櫻花 這個車廂超復古 它是小小的一間 然後它的座位是那種面對面的 然後它的座位非常滿 太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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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停了一辆蒸汽火车头 这个火车头应该是以前呢 运那个会幕的一个火车 因为阿里山火车路线 以前就是把山里的一些木头木材 运输到外面而建的一个这样的铁路啊 这一片呢是柳山 这片柳山呢是人工造林 栽种的这个柳山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树干 非常的直 然后大概有三十多米 它的柳山呢可以用来建造木头的家具 看起来好诱人 敢吃芥末吗 可以 好 来 这剩下一个芥末粉 对对对 好可以可以 这不会出出来的 稍微看一看来 你都要哭出来要立刻 我感到 哇烫死我了 做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 吃吃吃 香 上面有啥芥末粉 你知道为什么香吗 为什么 因为它叫香肠 因为它叫香肠 武餐时间我最喜欢的部分 这个是卤排骨便当 四个菜 然后一个猪排卤排骨 120元还不错 然后远哥 远哥是关东煮 对 OK 这怎么购碗 大肉碗 香喷喷 在山里面吃这个便当 非常的更香 我必须要讲一点哦 就是我觉得这边很良心 就是在景区里面 它的这个物价并没有 因为它是在景区里面 而卖的很贵 就是 价钱还是就是非常公道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所以呢 这边的那有商店街的人 都非常多 一到周末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会来这边找吃的 我觉得非常良心 非常棒 前面这一棵 惠幕 感觉它是千年神木 超级粗壮 我觉得可能要二三十个人 才可以把它的树干围起来 这里就是神木车站 大家可以看到山里面起了大雾 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好你好 好巧 这是第一个在台湾被认出来的观众朋友 应该不是你有看过我视频吗 有有 好巧啊 来来打个招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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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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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看 慢慢看 起了六十多公里 两个小时终于到了 我们想要泡温泉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是在关子令温泉度假村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间这家叫 红叶 新红叶温泉山庄 刚刚我们在前台问了一下价钱 泡汤的话 如果是那种 双人汤屋 它是一千台币 它没有露天的 露天没有开 住宿的话就是两人房是 四千六百八十 而且 但是它的住宿里面是有私人的 湯屋 但是四千六百八十也太贵了吧 看这个度假村的价钱 我们再去问别家吧 我们找到一家 四百二十块泡汤 这家到景大 感觉还不错很多人都来这里泡汤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家 好累了 补充个鸡蛋 好累了 终于到了今天晚上的住宿 终于到了今天晚上的住宿 刚又去文化街夜市 买了一些东山丫头 昨天同样的那一家 然后我发现了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所以文化街 它整个就是交通管制 然后呢夜市变得非常多摊位 我们昨天来的时候都没有几个摊位 结果今天整条街都是人 我的天 然后我们就太多人了嘛 所以我们就打包回来酒店吃 刚好我们订的那个地方呢 它就在夜市街的旁边 所以非常近 那今天晚上 就美滋滋 在我们泡完温泉过后 美滋滋的享用我们的美食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咯 明天再见啦 大家 拜拜 好 一层猪肉 一层鸡蛋 一层鸡蛋 然后三片烫烤吐司 而且它的吐司是去边的 这是在 这是61份 然后这是在文化路 早市 早上只有的烫烤三明治 然后点了另外一个是 辣鸡口味的 它里面是辣味的鸡肉 来参观你的家庭 这是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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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去 OK 这个牢房 它一小间一小间 很像我们现在的那种杂物间 然后它每一间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很高的窗户 跟一个马桶 然后剩下的地方 就只是可以睡一个人的那种大小 我走进来感觉有骨 咬臭味 这边还有一个口 可以放东西进去 监狱里面我们刚看到 它是有上下两层的结构 底下一层是监狱的牢房 一间一间的对不对 然后它上面那一层是一个木结构的一个上层 上面是我们所谓的猫道 就是管理人员他可以走上去 然后他可以从上面看到每一间牢房里面 所以每一间牢房里面的天花板是木制的 是用木结构 所以它是镂空的 你看这建筑很特别的是 它是上下有两层 那上面呢它有一个所谓的太子楼 那太子楼它就是一个采光通风的地方 为什么它叫太子楼呢 是因为日本他们有天皇之称 然后他们有太子之称 所以他们叫太子楼 在大门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这样的清水和泥土的拱形门设计 其实这个门的宽度就是以前吉普车的宽度 所以那些长官他们就会把吉普车开到这个门厅 拱门厅前面 然后他们就会进去这个监狱视察 这拱门其实距离可能才2米5左右不到3米 所以以前的那个吉普车就是小小的 我们现在到台南的北门 然后北门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非常多的盐田产盐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北门这整个乡 它都是以盐为产物而兴建的一个乡镇 我们现在来到北门 这边一个地方叫前来野的杂货店 这里写的民国78年 这里有复古的Vespa 要拍照吗 台湾产的叫韦斯牌 对 哇 100 这是100的吗 100cc的 西瓜糖 蝎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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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像皮糖 慢慢看 卡源瓜子 还有我们的江湖茶都可以试试试喝 以前这个杂货店是卖盐的地方 然后现在她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 比較古早味比較復古的雜貨店 然後之前有一個台灣偶像劇叫 王子變青蛙 他們就在這裡拍過取景 這麼努力嗎 我都懷疑你是這裡的工人耶 你還給他堆了個尖啊 我們逛完了鹽田 然後它這邊有半熟禮店 它有賣鹽味海鹽味的冰淇淋 真的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這裡還有鹽加薄荷的海鹽牙膏 開始了老闆 螺絲起子已經開始了 哇塞 這熟了嗎 我們找到一家吃烤蚵的店 然後它是用碳烤 它是有一個碳盤 它的蚵是一籃一籃烤的 就是這樣是一籃 所以呢 你是論籃在吃 自烤自吃 飯 哇塞 來吃第一個 它的大小不是說特別的大 中號吧 嗯 很鮮 甜的話 沒有說非常甜 但是就是很鮮很新鮮 今天是吃 柯生蠔自由 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可以吃兩三籠 因為它的肉其實沒有很辣 所以一個人吃一籠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到台南拉安平老街安平古堡這裡 還可以 我們路過台南的這個安平區 安平古堡這邊 然後剛剛稍微小逛了一下 我們之前兩次來台南 每次都會來這邊的一家文創店 就是有安平平安這個文創品牌的文創店 因為它的文創是安平劍屍的嗎 對 劍屍是它的盾牌上的一個獅子頭 然後為主體做的一個文創的一些周邊 然後還挺好看的 然後眼哥呢 他第一次自己來環島的時候 就買了一件衣服 後面我們兩個來的時候又買了一件衣服 然後這次又來買 他的那個衣服是Dry Fit 所以眼哥每次穿著它跑步 就很有很有意思 就很像眼哥 所以我們每次都會來 等一下應該直接就殺到高雄去 今天晚上應該是住高雄 因為之前台南這邊待了好多天 所以基本上台南這裡可以玩的地方 我們都去過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不會在台南久留了 只是路過 現在到這裡 我吃 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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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一包的滷味 這是竹竿 然後這包200 就是有 你可以選不一樣的菜 然後我感覺六合夜市這邊 有客廳多 就是 然後有很多異國的美食 不是 不太是那種 全部收吃台灣傳媒 好大聲 不太是那種 台灣傳統的 還有很多外國的美食也是 總之就是一個 遊客比較多的夜市 藥扇海骨湯 日補 這個 麵糊有點厚 這個門 它還有一款公式 兩個單人床 然後 送個電視 有一個 感覺它這酒店有一點年代了 有一點年代了 這個酒店 但是呢 看起來挺乾淨的 就我們在高雄的住所 然後 花了好久的時間 我們剛剛走錯路 然後再加上 訂了一個酒店 訂錯時間 因為現在是 今天是31號嘛 今天是30號 30號31到1號 這三天是跨年 所以呢 非常難訂酒店 大部分的都已經訂滿了 然後我們又非常臨時訂 所以呢 就找了好久好久 才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剛剛我們又走錯路 哎 總之 今天就是非常drama的一個晚上 早安 朋友們 今天早上突然就變成了夏天 越往南部 天氣越熱 今天演歌 都還穿了短褲短袖 我們今天早上的第一站 就是來到博二藝術特區 在高雄的博二藝術特區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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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在柴山 我們剛剛就是本來是想要去西子灣 然後會不會發現有一條上山路 所以我們就沿著這個上山路 一直往上騎 一直往上騎 结果就发现这条路是柴山的登山步道的一个地方 然后好多人都把车开到这上面 因为呢这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美的大海的风景 还有夕阳 这个地方看夕阳非常好 我们走一条下坡路 这条路呢是像是通往秘境的一条路 大家看两边都是树 然后它的树这样子变成一个像树洞一样的地方 还挺漂亮的这条路 这应该是之前的瞭望台 它有一个这样的水泥建筑 但是已经风化了 然后它是在海边 这边是西边 所以泰雅现在就在降落下去 如果要看落日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决定就先走啦 看落日了 要看落日然后等一下落日还要落半个小时45分钟就太迟了 我们就在这里拍照就走了 不过这里很漂亮 它有仙人掌一大片 然后是野生的仙人掌 在海边 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 前面呢是茫茫的大海 看着落日的夕阳慢慢的落下来 哇 太悠闲太漂亮了 今天的海跟天全部都是蓝色的 海天一片 那我们就回去吧 这一份是170我们点的是沙朗牛排 然后它是铁板牛排 是台湾台式的牛排 然后它那个牛肉非常嫩 我们点的是黑胡椒 黑胡椒不会太辣 然后呢 它端上来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盘子滋滋作响 就是视觉上跟味觉上 嗅觉上 三觉 三种感官全部都满足 所以看到就非常的满足 想吃很久 想吃很久 想吃 对吧 这家店呢 是我在Google map上面找到的4.83 评分挺高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牛排 比我在夜市里面吃的要好吃很多 就不会干 然后牛排特别的嫩 特别的juicy 今天呢住的比较好 今天住的是一个高雄周际大饭店 我不知道好像七楼啊 所以跨年呢 住房比较满 所以很难找到房子 我们就找了一家比较贵的 大约是200多新币吧 4000台币哦 你看 它酒店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派的这种酒店 应该是曾经80年代左右 应该是在高雄比较好的酒店 但是现在它的装修已经有点outdate了 这个现在在现场直播 高雄市的跨年晚会 就在我们住的附近不远处 他们在live这个跨年晚会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就会在现场 然后我看到现场好多人 我都有点担心 现在这个时间过去 应该离舞台有10万8千米 我们是康斯海的变化球 但是 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 沉沉想要的都被耶尔拿走 你确定太多事就这样造了今天 我们是康斯海的变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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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生 能保护 能保护 啊 尊重 我愛上不用擔心 只想擁抱你所身為的證據 為你的呼吸 一眨眼 一瞬間 你說好就是永遠 3 2 1 新年華爾康 非常地煙火 歡迎所有的朋友一起邁入到2020年